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欧的脸就知道了 以前王欧的脸线条流畅 现在王欧的脸都圆润了 还散发着母性的光辉 而且王欧发的视频都只有上半身 没有全身的 照片也是 要么是半身照 要么就是穿得很宽松的衣服 偶尔几张身材好的照片 还被粉丝揭穿说是去年的图 早就看过了 二 粉丝称王欧工作室近几个月的行为十分反常 王欧生日当天工作室一条微博都没发 且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工作室发的图都是之前的库存图 根本就不是王欧的情况 就算是新图 也都是一些王欧穿着非常宽松的衣服 看不出身材的图 王欧的拍照姿势也和从前大不一样 这不得不让粉丝都怀疑王欧是不是怀疑了 三 王欧最近几个月都没有工作 既没有进组拍戏 也没有出席一些活动 日常更新的也都是一些他吃吃喝喝的内容 这很不符合他的工作风格 网友们看后纷纷评论到 谁的孩子 何九华的 何九华到底有没有出轨呀 有没有人告诉我呀 我只关心能不能赶紧生 然后坐月子恢复恢复 改上针灸 未婚先孕呢 这姐怎么想的呀 年纪确实也到了 再不生就高龄产妇了 这脸浮肿厉害 一脸韵象 不少网友看了这个爆料后 对王欧怀孕并没有太过震惊 毕竟娱乐圈多的是未婚先孕的女明星 但大家都比较在意她这个孩子是谁的 她和何九华到底分手没有 要知道前几个月 何九华才被拍到和素人美女在车上约会 事后还开车送美女回家 送完美女后又开车回了王欧的别墅 当时狗仔和网友们都替王欧布直 喊话王欧 让王欧赶紧和这种渣男分手 但王欧和何九华都没有出来回应这件事 如今王欧又被爆出怀孕 就让大家很好奇 王欧这个孩子是不是何九华的 毕竟按照俩人恋爱的时间线和何九华被爆出轨的时间线 以及王欧的状态来看 真的怀孕了的话 应该是在和何九华恋爱期间 不过王欧到底有没有怀孕 还需要他本人出来回应才知道 毕竟粉丝收集的证据并没有特别实锤的 接下来说 41岁王欧被余记爆料将要生子 从未官宣结婚 男友此前曾被爆出轨 11月刚刚开始 娱乐圈就迎来了一个大瓜 一位41岁的女明星被爆出了怀孕的消息 她就是王欧 众所周知 王欧当初先后凭借在谍战剧《伪装者》中饰演的汪曼春和在古装权谋剧 《狼牙榜》中饰演的秦波者两个角色收获了大批的热度和人气 打开了知名度 之后事业稳步上升 在感情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 可是 王欧并没有官宣结婚的消息 却突然被称已经怀孕 这不禁让网友们觉得十分诧异 事情的起因是 有网友喊话王欧工作室 问 王欧工作室敢拍全身吗 我想看看怀孕低节是啥样 该网友的话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 成功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大家前往王欧工作室在社交平台注册的官方账号 看到了工作室最新发出的照片 只见照片中的王欧穿着绿色的衣服 手里拿着西红柿 对着镜头露出了甜美的微笑 绿色的衣服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王欧笑意盈盈的样子也让人觉得十分惊艳 工作室一共发布了九张照片 每一张照片中的王欧看上去状态都不错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让人觉得优雅大方又不是可爱 细心的网友发现 王欧工作室发布的这九张照片都是王欧的半身照 每一张照片中的王欧都是腹部以上出镜 难怪有人质问工作室敢不敢发出王欧的全身照 并且有了王欧疑似怀孕的传闻 伴随着质疑声而来的还有粉丝控诉的声音 粉丝指责工作室在王欧生日的时候一张照片都没有发 还指出了工作室从三月开始连续快四个月的时间一直发库存 连视频估计都是在一天时间内录完的 此外 还有网友注意到王欧此前晒出的照片都有一些值得琢磨的地方 比如照片中的他穿的都是宽松款式的衣服 从照片中没有办法准确的去判断 那时候的王欧是不是如网上传闻的那样 已经有了身孕 一波未评一波幼起 知名余记公开发文爆料声 王欧 我之前听说的时候就怀孕六七个月了 现在算算应该还有一两个月就生了 跟和九华还在一起 这则爆料可以说是一旦激起千层了 引来了众多网友的围观 宽松款式的衣服 几个月之前的库存照片 好几个月没有进组动态的事实 种种迹象似乎都在向着一个方向靠拢 那就是王欧真的像余记爆料的那样 已经怀孕了 并且还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要生孩子了 余记的爆料中还提到了另一个人 他就是王欧的绯闻男友 德云舍弟子和九华 尽管王欧和何九华从来没有官宣过 但是他们之间的恋情绯闻 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提到王欧怀孕的时候 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孩子是喝酒滑的 最开始的时候 是余记拍到了王欧河 小鲜肉 男友的恋情 所谓的 小鲜肉 男友前往王欧拍戏的地方探班 工作结束之后 王欧也和男友一起回了酒店 第二天早上 两个人一起从酒店的某个房间走了出来 视频曝光之后 很快有网友扒出了视频中王欧的 小鲜肉 男友的身份 他就是的郭德纲的徒弟 何九华 知名女演员和知名相声演员之间的恋情 很快受到了大众的关注 两个人却一直没有给出正面回应 2021年12月 两个人之间又有了新进展 在王欧妹妹举行婚礼的时候 前去观礼的宾客拍到了 王欧带着自己的绯闻男友和九华 一起参加妹妹婚礼的画面 两个人坐在一起 那里正是女方家人所坐的主桌的位置 2022年年初的时候 王欧和何九华恋爱的证据又多了一个 那就是有网友扒出了 王欧所使用的手机盒 和何九华所使用的手机盒是情侣款 男方的手机盒上写着女方的名字 女方的手机盒上则写着男方的名字 等到2022年6月的时候 有余记拍摄到何九华搂着王欧的肩膀 两个人旁若无人的秀恩爱的甜蜜画面 那时候两个人的感情还是很稳定的 这段绯闻恋情就这样持续着 每年都有新的进展 2023年的进展则是让人大跌眼镜 先是3月份 余记拍到德云社的另一位相声演员 孟贺堂前往王欧居住的小区接何九华 王欧和何九华传出了同居的消息 可是在7月份 余记却爆料了一则男性出轨的新闻 新闻中一次出轨的男性正是何九华 余记拍摄到何九华 在6月份的某个深夜到某个小区 接个一位长腿美女 之后两个人把车停到了僻静的地方 聊合作聊了接近三个小时 从2021年开始 不管是被拍到疑似恋爱 还是被拍到疑似同居 甚至是被拍到南方疑似出轨 王欧和何九华都是一个态度 那就是不回应 大家本以为 经历了何九华疑似出轨的事情之后 王欧和何九华之间的感情 也会出现危机 两个人甚至可能会分手 没想到 大家没有等来两个人分手的消息 反而等来了王欧疑似将要生孩子 而孩子的爸爸 疑似是何九华的消息 看到余记的最新爆料之后 网友们也恨铁不成钢 有的网友建议王欧 去富留子 自己单独抚养孩子 还有网友一针见血 感慨何九华疑似是在王欧 孕期内出轨 指责何九华是 渣男 目前 不管是王欧还是何九华 都没有对余记的爆料给出回应 王欧今年已经41岁 已经是被划分为大龄产妇的年纪 如果他真的怀孕了的话 那么大家自然也是尊重祝福 希望他的宝贝顺利出生 也期待着他早日回归 将来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如果余记的爆料不属实的话 那么大家还是希望王欧能够尽快辟谣 毕竟对一位事业正在稳步上升的女星来说 这种谣言的伤害性还挺强的 大家觉得王欧真的怀孕了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